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将于明天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3月11日下午闭幕 会期七天半 大会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报告 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 选举产生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会议期间将安排开幕会 闭幕会 以及两次大会发言 安排八次小组会议 开幕会 开幕会闭幕会将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 现在大会筹备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 уть didn't know the dialogue 请来回答 はい liability 交給 ہے 行